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老王聊聊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肥胖的根源是什么 从科学上来聊一聊为什么减肥特别容易失败 首先从我们的中医聊起 中医有取向笔类的习惯 那么我们就先看看自然界什么样的动物是健美的 什么样的动物是肥胖的 我们或许从中可以得出结论 首先我们想到的是老虎 老虎是吃肉的 但是你见过过度肥胖的老虎吗 自然界中没有 狮子也是吃肉的 熊狮是那么的威武 你见过肥胖的跑不动的狮子吗 也没有 另外还有草原上的狼 也是非常健美的 生肠绝对没有肥胖的跑不动的 这些都是吃肉的 而再看一下自然界吃树的动物 什么动物肥胖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猪 猪吃什么 猪是吃猪草 而且吃米糠 也就是碳水化合物 再看一下还有什么肥胖 狗熊 熊虾子掰玉米的故事 大家耳熟能详 冬眠的时候 狗熊也是肥胖的不能行 再看一下熊猫 熊猫吃什么 熊猫吃竹子 竹子的成分是纤维素 也属于碳水化合物 所以说取向比类就可以得出结论 反倒是吃肉的动物比较健美 而吃树的 也就是吃碳水化合物的动物比较肥胖 另外再看一下人类社会 我们平时看小说 听评书 一上来就是胖大的和尚 提到和尚 想到的就是弥勒佛 大度能容 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便笑 笑天下可笑之人 而一提到道士 则是先锋道骨 骨骼轻奇 你可能会说 这只是小说 评书虚构的 其实呢 历史上一定要先有三国 才会有虚构的三国演绎 它毕竟是以事实为依据虚构出来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事实数据 泰国的和尚 肥胖问题非常严重 大约一半的和尚都有严重的肥胖问题 约10.5%的和尚有糖尿病 是泰国当地人两倍以上 23%的和尚有高血压 2012年 因为和尚太胖 泰国政府给出了800万美金的医疗支柱 让和尚减肥 但是收效甚微 为此 泰国一所大学 组织了营养师专家组 给和尚做了营养培训 要他们多吃蛋白质和膳食纤维 少进食碳水化合物 改变饮食结构以后 和尚减肥效果还是相当不错 很多和尚就瘦了下来 其他健康指标也都有所改善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用 现代科学的观点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吃碳水化合物是肥胖的根源 因为吃了过多的碳水化合物 尤其是精致的米面 人们体内的血糖水平急剧上升 这样就需要有足够的胰岛数 来降低血糖的水平 而长此以往 经常性的至少每天三餐 三次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 还有看得见的到处都有的零食 饮料 点心 这样就使人体血糖水平 长期处于高位 这样使得我们的胰岛细胞 就会疲于奔命 产生更多的胰岛数 来降低血糖 久而久之 就会使人体细胞 对胰岛数产生抵抗 也就是人体的细胞 对胰岛数不再敏感 同样的胰岛数 已经不能够再把超高的 葡萄糖水平降到正常 而这样的话 就逼迫胰岛数细胞 分泌更多的胰岛数 而我们知道 胰岛数是人体合成脂肪的 一种基数 长期人体内胰岛数水平超高 就会造成人体内多余的糖分 源源不断的转移成了脂肪 这就是人们肥胖的根本原因 而吃高蛋白 高油脂的饮食 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吃了精致的米面以后 马上在人体内葡萄糖水平 形成一个高缝 而吃蛋白质和脂肪之后呢 虽然体内也会产生葡萄糖 但是它的作用非常缓慢 而且滞后 也不会形成像碳水化合物 那样的血糖高缝 只会产生一个平缓的 像丘陵状的血糖曲线 由于体内没有那么多 那么高的血糖 人体就不需要太多的胰岛数来处理 这样就使人体的胰岛数 处于相对低的水平 同样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血糖 转化成为脂肪 这就是为什么吃素的人 比较容易发胖 而吃肉的人反而比较瘦的根本原因 吃肉长肉 吃油长油 这种从小被灌输的观念 已经被现代科学证明是错误的 就像我们每天看着太阳 从东方升起 滑过天际 从西方落下 理所当然的 我们得出结论 太阳是饶着地球转的 但是 这是错的 吃肉长肉 吃油长油 也是一样的道理 只是人们的感觉 也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反倒是吃素的 一个个吃成了胖子 吃出了一身的病 在美国的西来市 从小就出家的星云老和尚 是一位高声大的 很多人追随他 很早以前 在报纸上看到 好像得了动脉周样硬化 现在好像已经90多岁了 据说患糖尿病 双目几乎失明 这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为什么减肥常常会失败 当你减肥的时候 一般人都是通过节食 摄入减少 那体内的葡萄糖水平 自然降低 这相当于低碳饮食 当然可以减肥 可是一旦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 你的体内血糖水平 立刻升高 同时过量胰岛素的分泌 也随之而来 也就是葡萄糖合成脂肪 这种工作又重新开始 所以你辛辛苦苦捡下来的几磅肉 很快又复原了 而且不仅复原了 而且还会超标 因为你体内得到的信号是仓库里面的能量用完了 也就是肝糖原用完了 你需要补充 需要储备 而且你的战略物质 也就是体内的脂肪也有消耗 你也要储备回去 所以说不仅你减肥减下来的体重回去了 而且还要多多回去 超额回去 而低碳饮食 也就是多吃脂肪和蛋白质就不一样 为什么呢 同样的道理 因为不吃碳水或者很少 体内葡萄糖水平降低 胰岛素水平同样降低 那么合成脂肪这种代谢也会降低 这时候那人体就会动用仓库里的物质 那就是肝糖原 当肝糖原用完之后呢 会动用战备物质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体内的脂肪 那不就是减肥吗 而我们吃肉 吃蛋白质 吃油脂的低碳饮食 会使血糖长驱处于一个相对低的水平 同时呢 胰岛素也处于一个相对低的水平 也可以说就是消除了胰岛素的抵抗 体内没有更多的胰岛素 这样合成脂肪就会减少 人体呢 会以脂肪为原料进行代谢 而生成的铜体 铜体可以作为染料 来供人体利用 这样也就使身体成为了一个脂肪的燃烧机 这也就是低碳生酮饮食减肥的原理 所以说这也就是说 肥胖的根本原因 不是我们运动少 吃肉多 而是因为吃了太多太多的碳水化合物 这就是肥胖的根源 要想解决这个肥胖 一定要消除肥胖的成因 也就是胰岛素抵抵抗 而消除胰岛素抵抗的法宝 就是低碳饮食 只有我们经营了低碳饮食 自然就解决了肥胖的成因 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健美的身体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订阅评论点赞 好 谢谢大家